他是四国特工中最豪的美食博主 价值100美元的超级豪华汉堡 一口40美元的特级鱼子酱 一口就吃掉了常人一天的饭前 除此之外 他随便出入NBA奢华私人派对 与奥尼尔切磋球技 他就是美食博主是个泡泡 刚开始拍摄短视频 泡泡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吃遍美国 从达卡美国最有名的汉堡 到达卡拉斯维加斯龙虾自助餐 从洛杉矶正宗阿根廷烤肉 再到德州达拉斯正宗德州牛排 看得屏幕前的网友眼花缭乱 40美元的鱼子酱当零食 超豪华的恐龙牛排随便吃 从凯撒沙拉到马里奥肉丸 贴心的服务员 更是为他现场开启一瓶82年的拉菲 高端的生活让网友直呼 不愧是四国特工里最上流的一位 不仅如此 泡泡还非常宠粉 总是应粉丝的要求 去达卡各种美食餐厅 比如科比生前最爱的餐厅 达卡钢铁侠电影中的同款天天圈 达卡历史最悠久的美式烧烤店 哇塞 每一块烤都是焦焦的 更奇葩的是 别的博主到环球影城是玩耍达卡 结果泡泡却不走寻常路 从金元嘴巴就没有停过 甚至不少网友专门看他的视频见试面 虽然各种美食 确实让不少网友大开眼界 但泡泡每次去餐厅点单的 搞怪中文翻译 才是他视频最大的亮点 本来每次都是正常的对话 结果加上泡泡搞怪的中文翻译 让人忍俊不禁 凭借毫无人性的吃法泡泡成功吸粉千万 他绝对是全网最上流的博主 目标是吃遍整个美国的美食 前脚还在拉斯维加斯 吃着美式手抓海鲜 后脚又闪现一家纽约米其林餐厅 巨型十层汉堡吃到一半直接顶位 墨西哥巨型卷饼好吃到让人沉醉 不少网友看他吃饭也是食欲大增 靠着探索美食 一跃成为千万网红博主 虽然是个美食博主 但经常出入一些高档场所 甚至能与奥尼尔同框拍摄 还成功拿到奥尼尔签名的秋衣 他不仅可以坐在VIP专区 观看篮网比赛 还受邀参加NBA篮网比赛做娱乐主持 只要泡泡想去 就没有他进不去的场 他可以超近距离地看杜兰特赛前热身 也可以和偶像韦德同框合影 而看到泡泡的日常社交 无数网友更是纷纷表达自己的羡慕 多希望自己也能和他灵魂互换 去和杜兰特击个掌 就连NBA奢华 私人派对他都能随意出入 除了成功渗透篮球界 就连拳击界也是颇有实力 今年9月的UFC 他直接登门拜访拳击选手李景亮 还坐到离八角 只有基米的位置观看比赛 这下网友着实是被泡泡的社交所震惊 吃得好也就罢了 人脉也叫人惊叹 于是泡泡的身份 就成了网友热议的话题 对于泡泡的真实身份 网友说什么的都有 但泡泡却从来没有出面回应 上一顿吃的还是帝王蟹烧烤汉堡 下一顿吃的就是巨型牛排骨 前一秒还在布鲁克联网球馆顶级餐厅 下一秒就到金州勇士球馆 挑战100美金能吃到什么 是个泡泡 绝对是网红界的一股清流 135吃美食 246忙着和各大球星互动 不仅实现了美食自由 还能和NBA和UFC一众大人物同框 泡泡的身份如同他的资产一般 永远是个谜一样的存在 看到他的高端生活和消费水平 网友都认为他绝对是妥妥的富二代 网友对他的身份也是越发好奇 有网友说是个泡泡是地地道道的北京小伙 泡泡从小家庭优越 17岁的时候就被父母送到了美国读书 由于家里是开公司的 每年的收入也有500万以上 而他之所以成为蓝网的座上宾 是因为布鲁克林蓝网的老板蔡崇县 是他的舅舅 因此他才会得到NBA的邀请 甚至还有人说他就是蓝网老板本人 虽然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否属实 但从泡泡的视频中也可以看出 他的身份绝对不简单 不仅有钱还有盐 关键是和其他那些博眼球的美食博主不同 他总是一本正经的品尝国外美食 并给出重肯的评价 超级香 面包和培根烤的都巨脆 葱铅肉饼又很多汁 这样的视频风格给人的感觉非常舒服 除此之外 和一众篮球明星的互动也给人巨大的惊喜 这种低视角带着粉丝追星的独特感 也是泡泡走红的重要原因 感谢观看